自从当年周星驰拍了《大话西游》 就成了许多人心里的经典之作 近些年来模仿致敬的电影也是层出不穷 近日又一部致敬经典的影片上映了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这部《大话西游》至尊宝 人物其实大差不差就那几个 这电影一上来就是牛魔王强取紫霞仙子的剧情 所以时间点应该是在至尊宝带紧箍咒那儿 原著中他选择了带紧箍咒 但这里至尊宝却没有带 于是牛魔王强行拉着紫霞拜堂 青霞则在旁边被禁锢着 谁料紫霞竟突然挣脱束缚 拔出剑就朝着牛魔王刺了过来 他一把将其推开 青霞剑撞也趁机发起进攻 可他们俩根本就不是这家伙的对手 青霞当场被击飞 牛魔王拽着紫霞强行和他拜堂 就在这时一把长脊飞了过来 不过来救场的人并不是至尊宝 而是二郎神杨剑 说牛魔王强取紫霞触犯了天条 所以杨剑奉命前来抓捕他回去受罚 可对方岂会轻易就范 两人一言不合便打了起来 万万没想到杨剑竟然打不过牛魔王 不到两个回合就倒在地上 不省人事 眼看紫霞要被拉走 危机关头至尊宝终于现身了 不只是他白金金也来了 他用蛛丝困住了牛魔王 至尊宝抡起棍子 上去就是一顿乱打 结果牛魔王突然挣脱开束缚 三下五除二就打了至尊宝 眼貌惊心 帅了不到一分钟就被打到半死 紫霞健壮连忙冲上去 挡在他前面 这也彻底激怒了牛魔王 好在菩提祖师及时赶到 用法阵将牛魔王石化 这才救下至尊宝和紫霞青霞 事后三人回到了水连洞 青霞为至尊宝和紫霞举办了婚礼 但这只是暂时的 青霞去月老阁查看了姻缘部 至尊宝和紫霞的婚姻只有一年 因为他盗取了紫青宝剑 二郎神要抓紫霞去天庭受罚 今天是菩提祖师出面劝告 他才逃过一劫 一年后紫霞如果不跟二郎神走的话 至尊宝就性命难保了 啊 这是什么逻辑 前后有啥联系啊 得知这件时候 紫霞并没有放弃这段感情 他想过好这谨慎的一年 并且不准备告诉至尊宝 青霞见状 留下紫青宝剑就走了 紫霞则打算带着至尊宝搬去五指山 说这里有一种鲜果叫铸鱼 铸鱼一年一结果 据说吃了能让凡人长生不老 就这样至尊宝和紫霞 在五指山上的一栋小木屋里落了户 助瑜就在山顶上 那里的路不好走 担心至尊宝出事 紫霞便决定独自前往 只要找到助瑜 至尊宝就能长生了 没想到竟然在中途碰见一个会法术的老头 还好紫霞的实力在他之上 很快便将其打回原形 原来这个并不是老头 而是五指山的山神小五 另一边 菩提祖师找到了至尊宝 他准备回去处理游魔王的事情 临走之前 特地赶来把鱼公移山的锤子 留给了至尊宝 等一下等一下 你们觉不觉得这个剧情 有点混乱和奇怪 人物又砸 故事又乱 莫名其妙的 弄一个鱼公移山的斧头干嘛 算了算了 我们继续往下看吧先 紫霞制服了小五之后 这家伙就成了他的小跟班 从他们的对话中可以看出来 其实啊 助瑜就是普通的果子而已 紫霞想用自己的先例 替至尊宝延长寿命 他把事情的前一后果 跟小五说了一遍 以后每年养茧过来 小五都会提前告诉紫霞 助于结果了就是他们之间的暗号 就是这样 短暂又幸福的生活开始了 至尊宝一直被蒙在鼓里 他们一起生活了上百年 直到这一天 牛魔王重新出世 他一直记痕着当年的仇恨 发誓要找紫霞和至尊宝报仇 牛魔王抓走了许多成亲的姑娘 想看看里面有没有紫霞 如果没有就把人家关起来 并派自己的小妾 玉面狐狸进行看守 这消息很快就传到了紫霞的耳朵里 他知道牛魔王是不会山马甘休的 不解决了这一家伙 至尊宝一定会陷入危险 很快杨简再一次赶到这里 他每年都会来找紫霞对战 可每次都无法拿下胜利 紫霞想先解决了牛魔王 那些被抓的女子都是无辜之人 不救出他们 紫霞会良心不安的 二郎神见状也没办法 只能任由他去了 不是 你们天庭执行任务 这么随便的吗 罪犯说放就放啊 也太自由了吧 说实话 二郎神跟紫霞对战的时候 放的水都快赶上太平洋了吧 算了算了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总之呢紫霞开始部署自己的计划了 他去找了玉面狐狸提出合作 承诺只要玉面狐狸肯帮忙 自己就会帮他赢得牛魔王的心 至于合作内容是什么 我们接着往下看 跟玉面狐狸商量完以后 紫霞又去找了铁扇公主 因为他知道 至尊宝迟早有一天会知道事情的真相 到时候他一定会去找牛魔王算账的 为了避免至尊宝被打死 紫霞特地找到铁扇公主 希望他到时候能出手相助 起初对方并不想帮忙 可转念一想牛魔王那个老渣男 在外面三妻四妾 养了一个玉面狐狸不说 还想强娶紫霞 反观天山公主独守空房 还带着个孩子 他怎么想都觉得不服气 最终答应了紫霞的请求 一切准备就绪后 紫霞便消失了 至尊宝满世界找不到他 急得心急如焚 最后从小五的口中得知 紫霞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 可是关于他的计划 小五确实是好不知情 只知道紫霞每年都会跟二郎神进行决斗 想知道他去了哪里 估计得找到二郎神才行 小五带着至尊宝 去向自己的同伴求助 对方无奈的翻了个白眼 二郎神可是大神 他们这种小神哪能说见就见 按照程序得一步步上报才行 不过笑天犬倒是在花果山上疗伤 如果他愿意帮忙的话 至尊宝和小五说不定就能见到二郎神了 在小五的帮助下 至尊宝终于打听到了笑天犬疗伤的地方 两人马不停蹄的赶了过去 好生好气的进行求助 总算打动了笑天犬 并在他的带领下来到了南天门 顺利见到二郎神 他一点都不惊讶 早就猜到至尊宝会来了 据二郎神所说 紫霞打算嫁给牛魔王 他觉得这是两全其美的办法 可以不让牛魔王惹事 也能保住至尊宝 紫霞已经跟玉面狐狸 联手救出了那些被抓起来的女孩 现在估计已经在和牛魔王成亲的路上了 至尊宝若是想救紫霞出来 唯一的办法就是打败牛魔王 等一下 真的很离谱哈 你们天庭是干嘛吃的 难道还要靠紫霞和亲来平定牛魔王吗 他俩一结婚 紫霞的罪过就可以被免除了 还是说牛魔王胡作非为的事 不归天庭款 神仙们完全不屑于对付他吗 我反正是想不出合适的理由来了 话说回来 得知紫霞要嫁给牛魔王的消息后 至尊宝连忙赶去牛魔王的府邸要人 和对方却表示 紫霞正等着跟自己动房呢 一听这话 至尊宝差点没被气死 生气归生气呀 但论实战 他肯定完全不是对手 关键时刻是铁扇公主赶到这里平息的战斗 他直接扔出修书 宣布修夫 从此跟牛魔王一刀两断再不来往 事后受伤的至尊宝被送回了木屋 醒来后 他看到青霞正坐在不远处 两人一对视 青霞劈头盖脸就是一顿嘛 说紫霞为至尊宝付出的太多了 他怎么偿还都是不够的 很多事 紫霞都瞒着不说 一个人硬扛 但其实至尊宝早就知道了 他们的姻缘只有一年了 当时紫霞和青霞说的话 他都听在耳里 只是为了让紫霞安心 至尊宝才一直装作不知道 现如今 心爱之人陷入危险 他却一点忙都帮不上 至尊宝心急如焚 却无可奈何 早知道当初就应该戴上紧箍咒 青霞劈那一片成心 便告诉至尊宝 紧箍咒其实还在 他现在戴上也来得及 于是至尊宝火速回到了水帘洞 菩萨此刻已经离去 只留下一个徒弟婆 在这里看守金箍 戴上金箍以后 他就不再是凡人至尊宝了 人世间的情欲不能再沾染半分 否则金箍会越说越紧 这是一个世纪难题 戴上金箍后就给不了紫霞爱 不戴就救不了他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怎么选 至尊宝戴上了金箍 他做不到放任紫霞不管 或许他们俩之间的结局 注定会以悲剧收尾 即使挣扎了这么久 也难逃宿命 这一刻 至尊宝突然醒悟了一个道理 爱是有期限的 有的人幸运 能和爱人做完一生 有的人不幸 也许只是短暂的几年 几个月或是几个星期 而对于紫霞和至尊宝来说 只要能在一起就足够了 哪怕只有一分一秒 也是幸福的 成婚后的这一百年里 他们已经把能做的 和想做的事都做了 现在也是时候迎接 命运的到来了 紫霞为至尊宝付出了这么多 这辈子他估计是没办法偿还的了 如果有来生的话 他一定会找到紫霞 并对其进行补偿 戴上金箍以后 至尊宝持了齐天大圣 他火速找到牛魔王 这次说什么都要救出紫霞 我发现了不管哪一版的大化戏友 至尊宝戴上金箍以后 都会获得同样的不复加成 能随手变出金箍棒来 开了罐以后 至尊宝的实力 那真是翻了成千上万倍 一棍子就将牛魔王打飞了出去 但人家毕竟是大boss 哪能这么容易就解决掉 牛魔王仰天长笑 最后化作一头体型庞大的公牛 至尊宝见状丝毫不慌 直接认出金箍棒 让他在空中变得巨大无比 随即飞身上前 抓住底端朝着牛魔王砸了下来 等金箍棒收回来的时候 牛魔王已经灰飞烟灭了 可至尊宝却并没有在里屋 发现紫霞的生意 原来这是他和玉面狐狸计划的一部分 紫霞其实并没有打算嫁给牛魔王 只是想让至尊宝以为 自己嫁给了牛魔王 这样他才会戴上金箍 事实上至尊宝在一百年前 就应该这么做了 至于牛魔王说的要跟紫霞洞房 其实就是单纯的想弃至尊宝而已 现在真想大白 他也总算能安心了 最终至尊宝在一个山洞里 找到了白发苍苍的紫霞 他耗费了太多精力 给至尊宝续秘 自己现在已经变成老太婆了 但至尊宝并不嫌弃 就在我以为要接他欢喜的时候 镜头突然转移了 原来这只是至尊宝想象的画面 那紫霞到底去哪了呢 不知道电影里没说 就这么潦草的结尾了 这电影拍的真是 哎呀稀碎呀 细节处理的太差了 漏洞百出惨不忍睹 说实话 已经好久没这样吐槽过一部电影了 咱就是说 不会写剧本可以不写 拍不出好片子可以不拍 经典制作就是经典制作 拿不出实际能耐的话 还是不要翻拍了 否则只能是东施孝平 自取其辱 所以就不推荐小伙伴们观看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